当地时间7月31号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战报称 乙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对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军事设施 进行有针对性的袭击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则表示 在拉法袭击了乙军车辆 当地时间7月31号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战报称 过去一天 乙军战斗机和无人机 袭击了加沙地带数十个目标 包括武装人员据点 隧道竖井和其他基础设施 此外 乙军地面部队 还在加沙地带中部开展行动 并突袭了加沙地带南部城市 拉法西北部的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据点 有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称 乙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 一辆民用汽车发动空袭 造成至少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7月31号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表示 当天在拉法东部 进行的联合行动中 使用炮弹摧毁了一辆乙军运兵车 和两辆乙军军用推土机 并针对一辆乙军坦克 和一辆乙军军用推土机 进行了袭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